说心思不正啊 最近呢咱们辽宁丹东元宝区的警方 破获了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养老前的诈骗案 诈骗同伙23人全部落网 这伙骗子呢是外地人 今年春节过后呢在丹东元宝区租了一个门市房 为了骗老年人啊 他们手拿宣传册 专门盯住街头小市场和小公园 这种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地方 像大爷大妈们呢推销什么理财产品 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今年67岁的冯大爷 这有一天刚看完广场舞 就碰到这么一名男子 对方呢先是跟他闹天气嘛 然后就说起老年人现在是养老 是真不容易啊 这得需要好多钱 但挣钱多难啊 不过我有一种理财 很快就可以得到高回报 大爷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这冯大爷呢自己啊 一个月养老金三千多块钱 他回家之后呢是左思右想啊 就觉得自己这是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啊 于是呢第二天一早 大爷呢就到了骗子说的公司地址了 到地方一看这冯大爷先礼更有底了 因为除了他之外呀 还有同样对所谓理财感兴趣的大爷 大妈一共是几十个人呢 大家伙坐在一块上了一堂投资课 这理论知识呢得到丰富的冯大爷那是信心满满的 公司的宣传册上说了 说这个理财呀 回报那是相当的高啊 怎么说 咱给大家伙来算一算 一种呢是四十五天期的 存一千块钱呢 四十五天之后 本息返还一千两百元 存两千元 四十五天之后啊 本息返还两千四百元 还有一种是比较短期的啊 存五千元 第一个月返一千 第二个月呢 返两千五 第三个月返两千五 一共返还是六千元 同样的你要是存上十万块钱 三个月下来 本息返还一共是十二万 照这个挣钱法啊 短短三个月 连本带息啊 这都能返回到手里边 这老人们全都动心了 尤其是呢 看到公司老板介绍了 说公司多年的这个经营业绩 和实地的建筑照片 大家伙呢 更是深信不疑了 这公司那真有实力啊 于是呢 这冯大爱一口气就投了一万元 真有老人甚至投了十万元的啊 随后呢 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大家到公司门口集合 因为这一天是公司承诺 带大家伙免费旅游的日子嘛 可是到了这个所谓的 公司门口的时候 大家都傻眼了 不仅大门紧闭 业务人员的电话 全都关机联系不上 这下老人们反应过劲来了 哎呦喂 这咱们是被骗了呀 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警方判断 从开业到关门 一共才经营了七天 公司就人间蒸发了 这是典型的 为诈骗而开的短命公司 也叫做七天公司 据统计 丹东被骗的老人 共计八十人 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是八十二岁 最小的年龄也是五十六岁了 平均下来年龄六十六点五岁 被骗金额共计五十余万元 丹东市元宝官 分局成立了专案组啊 办案人员的通过线上线下 多种侦查的手段查取证据 判定这个养老诈骗集团 以一个叫做刘某的黑龙江人为首 包括梁某等十多个成员 他们曾经在全国流窜作案 查到人就好办了 这办案人员是一路追踪 从丹东到大连 在转战山东烟台市之后 又奔赴南疆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侦查和追踪 专案组民警先后在山东 广东和广西三省区 抓获了23名诈骗团伙的成员 根据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 他们担心时间长了 这老人们会发现他们的猫腻啊 或者回家跟孩子说了 那不就完蛋了吗 而且要防止老人来退钱 或者去报警 所以他们在每个地方 都不会待很长时间 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 公司每开在一个地方呢 都会换一个名 就经营七天左右 骗到钱就跑路 但是这回啊 你们是插翅也难飞了 跑多远都不会放过你的 目前呢 这骗子团伙的23名成员 已经被押解回丹东了 天网灰灰啊 朝老人的辛苦攒下的养老钱下手 你多黑的心呢 是多损啊 犯罪就得付出代价 不过也得提醒大伙啊 特别是防范意识 较差的老年朋友 对 天下真没有短时期 高回报高收益的好事 遇到理财退销 咱们千万得警惕 多跟孩子朋友沟通一下 千万别冲动 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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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